這是舌頭的本體嘛 然後剛剛說四個位置是哪裡 驚突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驚突我們看到這個大耳朵 鎳骨的驚突就是這一根棒棒 就是這一根 就是我們這邊會有一根骨頭生下來 就是這一根 然後我們這邊好了 這一根肌肉就會接到這一根上面 然後所以呢 這邊前面這是下巴的那個鎧骨的地方 那所以會分了嗎 這一根肌肉是什麼 那這一條是什麼 那這一條是什麼 鎧鎖骨雞 鎧鎖骨雞 那鎧鎖這根呢 鎧鎖是不是完全不用背 好 是不是很簡單 然後再來 這個 兩條神經 一根血管 非常的單純 根本不會完全不會誤會 在舌頭下面這條神經是什麼 然後這根是什麼 離舌頭比較近的就是舌神經 然後在舌神經下面就是舌下神經 所以這瓶子是不是很好近 是不是 舌神經 舌下神經 然後伴隨著舌下神經這根就是舌動脈 它進去會再分支 我們看到源頭的舌動脈 不覺得期末考真的充滿了公民嗎 然後再來看到我們的衛蕾 這是舌頭表面 首先我們看到舌頭上面會這樣一顆一顆小小的 這一顆一顆是什麼 殉狀乳圖 然後咧 旁邊這個很像鯊魚旗的這個 夜狀 然後在舌根這一顆一顆的 環狀 環狀也可以 輪廓狀都可以 然後我們絲狀看不到 結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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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